我们都说帅哥看中戏 北电出美女 又到一年一考的时间了 在这慢慢的一考大军书 无数年轻貌美的女孩 奔向了北京电影学院 寻找自己的梦想 虽然说话是这么说的 但是真的要接触到梦想 要付出很多努力 在茫茫人海中 要找到几位未来巨星 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过黄天不负有心人 我们娱乐新天地的记者 倒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 找到了一位酷似范冰冰的考生 您看像不像 有人说过你想像范冰冰吗 有人说过吗 有 自己觉得呢 不行 人家太美了 不敢逼 虽然长强这事 要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不过除了神韵上 敢追当年的范爷之外 霸气倒也hold住 小姐 他真的活过来了 他坐起来了 他的眼睛睁开了 我不敢转过脸去 那只是冰冷墙上的一张照片 他会合上干别的嘴 我会流下苦涩的泪 他这次艺考作为父母行为 是怎么想的呢 做最大的努力 全力支持他吧 全力支持吧 咖啡的艺考上 开销率有多大 这不敢去算的 反正想来也挺不容易的 确实挺不容易的 为了孩子一切都值得值得 考产商考生形形色色 吸引了各种各样 不同职业的人 前来凑热闹 这部头戴牛仔帽 脚踏木鸡 穿得花之招展的 落三胡大叔 可是这里的常客 他是每年专门来北影 蹲点拍摄考生的心探 是经常每年考试 都会过来看 对对对对 每年都过来 俗话说 年年碎碎花相似 碎碎年年人不同 可人家这位叔叔 除了五指红袜 变成了绿色 绿色喇叭裤变成了红色 黑白横格条纹丝巾 变成了黑白圆点外 容貌一点没变 连混搭色毛衣 都属于一个色系 看来艺考的氛围 可以锻炼执着呢 不过遗憾的是 自从叔叔前两年 发现过明星 鼓励那扎之后 就再也没有碰到过中意的 今年我来三天了 这里我一个没看见 为了实现新中梦 大叔花费时间 考生们消费青春 只是今年北电 中系上系的录取情况 比往年严峻不少 有的热门专业 甚至超过了500比1 娱乐星天地 北京采访报道 请不吝�� 我们不吝点